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Joel 刘高手 沒錯 你身邊我才厲害 我這邊很厲害 這個就是陳師傅 陳師傅 陳師傅 你好 陳師傅 是否這樣 中國是這樣 我們敬禮的 敬禮的 去 是這樣的 到不需要學藝的 不用開 可以 今天這麼特別 停鏡頭很遠那個做甚麼 上星期已來過 兩個星期前來過的就是Tracy 明明是一個記者 表面上是一個記者 其實他是泰拳道人士 沒錯 他去台灣 但不知為何學泰拳道 因為台灣來所以學泰拳道 有關係 泰國來學泰拳 好了 因為他今天極力推薦陳師傅和二群小朋友 我一定要介紹他們 因為是非常好的 好 有多好 Tracy 你作為一個記者 無緣無故學泰拳道 我見你絲絲文文 其實你們裏面都很能打打 我不是很能打 為何你會學泰拳道 你知道我前竟然很瑜伽 即是臨瑜伽 去引導比賽 不是很有力 所以在比賽當中有點失分 我想練一些有力一點 特別是腳力 你作為記者要到處走 要練腳力 我考慮過之後 我很喜歡韓國 我們台灣的泰拳道也很厲害 是的 台灣的泰拳道也很厲害 亞運也有台灣的 中華台北也經常拿獎 但是上一次被人趕出去 上次是甚麼時候 記得嗎 記得的 大家回去炒 是 那就是這個原因 是的 是的 那我思量過 我覺得台拳道也很厲害 為何你要極力 要推薦 即我們一定要介紹 台拳道 它的好處對你是甚麼 除了練腳力 一定不止的 我覺得我現在去上瑜伽堂 那腳力也增加了 以前有些動作可能支持不到的 現在我都可以做到 甚麼腳力 甚麼腳力 跨鐵馬 這樣 那就是 怎樣 甚麼腳力 甚麼腳力 喝雞腳湯也不行 你猜 甚麼腳力 以前做不到現在做不到 那有些 譬如要 一向你跑上IFC頂樓 不行 那些 那是甚麼腳力 那有些要向後 其實都需要很多腳力 即向後那些 向後那些 即是一腳踢上去 他打到後面 不是那些 甚麼是向後 這個動作很難解釋 做出來 做出來 不行 他有一招 我經常想訪問他 他不讓我訪問 我問他 防狼之術 他明明可以嗎 不行的 不行 你這樣 他不介紹 我想他介紹 防狼介紹 大家都不行 師傅 交給你的時間 陳師傅 你跟他不是親戚關係 不是他 是我教過幾堂 幾堂 是的 但你的功夫已經深深吸引他 是的 師傅很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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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幫忙 那些正職是否就是 香港的跆拳道運動員 以前是跆拳道運動員 不過不是全職 現在主要教跆拳道 教跆拳道 好 教跆拳道是否好吃 都 學到黑帶四段 師傅這段牌 你怎麼知道有四段 因為有四條間 黑帶四段 黑帶四段 還有Adidas Like會出這些 都應該有 你覺得Adidas還是Like 兩個都有 Like也有出這種 台拳道衣 你這套就是Adidas 是嗎 是很多牌子 很多牌子都有 這是陳基文師傅 有一次我藉了師傅的黑帶去現場 我覺得自己也沙悠了 那是人家黑了名字 你又黑了名字 就是了 當長嗎 你是胡基文嘛 胡基文嘛 胡基文嘛 那黑帶四段 黑帶是 我知道我團圓道黑帶是分幾段 多少到多少 如果黑帶 一上黑帶 就叫做一段 可以去到九段 但需要的時間就很久了 例如多久了 通常會覺得 譬如我四段 如果要考五段 那我要有四年的年次才可以考五段 這樣規定 你說我天才 我一天已經可以吸收別人十八年的功力 這樣都不行 都不行 都不行 那黑帶九段不是成為阿伯那些 是很大年 北野武那些 阿伯那些 那九段那些 到時還能不能打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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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 在台原道裡面 他其實有很多 就是 做了很多 有很多 叫做公職 那些 那種 那種 沒有得 或者他已經在台原道運動 已經是教學生 那他就 不是說 就是 只是 就是出來比賽 那已經不是的 不是就是好打不打不打 可能是一個榮譽來的 黑帶的九段 那些 那香港有沒有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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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厲害 最多是否去到十段 最多都是去到九段 入鏡頭 是不是 你勾了 你走 你出了一個舞台 你不要再向下跌到台 那小朋友 那小朋友就 小朋友就由 白帶開始 大家學到了 是 小朋友是怎樣 由白帶開始 到最高級 就是紅黑帶 中間就是白帶 黃帶 黃綠帶 然後到綠帶 綠藍 藍紅紅 紅 然後是紅黑 然後再考就是黑帶 如果是十五歲以下 那些 有一級 叫做 品段 即是兒童黑帶 那他未到我們 純黑色 那他會 隔邊 就不是黑色 那是紅色黑色 那叫做品帶 哦 就是小朋友的黑帶 其實跟我們的黑帶 是一樣的 小朋友的身體 限定幾多年 才可以跳舞 他們就不需要 他過了幾個月 他學了他那級的東西 可以進行 所以每級 每級 每級帶 是否聖哥帶的 級數呢 就是那套拳 又不同 複雜一點 拳不同 還有一些動作 都不同 一些踢腳 都會有一些新的東西 給他們學 哦 喂 怎樣 哎呀 站起來不穩 剛才我看到 Tracy 這樣來 對呀 很厲害呀 你不要再來 不要開笑 我嘗試非禮你 那你通常要怎樣做 非禮我 我非禮你 我通常都會很害怕 你會走 非禮 來來來來來 你再次弄一招 你快點 你笑什麼 你傻的 這樣 你好 然後 哇 好厲害呀 Tracy 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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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勸道的 就是上用的 都是 一些 叫做關節的 關節的 關節 就是手 這些位置 但他 如果他要有力 如果沒有力 那怎麼辦 所以我再這樣 你再弄 他沒有力 我剛才試過 我這樣弄他 你試試大力扭斷他的手 有功傷 是呀 怕什麼 扭 扭斷他的手 扭斷他的手 他現在不用用右手 寫著 來來來 扭斷他的手 其實都不是看那麼簡單 其實都要練很多次 是呀 才行 這樣扭下去看好像很容易 喂 其實泰拳道有什麼特色 譬如什麼快肯準 什麼音樂 泰拳道其實最 基本 你和 很多人都不會 泰拳道和柔道有什麼分別 是呀 柔道是比較 就是摔搭方面多些 是 全部都是搭或是鎖 摔搭 摔搭 如果是 跆拳道 就有些和空手道近一點 就是踢腳方面多些 那麼 台湾道和空手道比 又會 是靈活些 是腳多些 那麼 空手道就是硬些 就是手的動作多些 柔道是什麼 柔道就是 就是搭 都是空手道 都 又不同 柔道 譬如你比賽 就是會將個人 打落地 空手道也有些少 但就不是主要是這樣 那就是柔道 不會打你一槌 柔道純粹是 將你制服你去跌落地 噢 就是變了 空手道就會 可以打 手可以打頭 腳可以踢 那柔道就不可以踢 就是會不會 破壞性更強 那那個破壞性 就很主觀 不是主觀 即是會傷一點 那你可能 你踏下去 打一槌 那誰會傷一點 那真的要試 很難看 他踏下去會脫掉 對 都可以很嚴重 為什麼你這麼多東西不學 要學 這麼多武功不學 又不學 九陰真經 意外心獎 那些 那些 我接觸到就是 接觸到就是 台拳道 柔道 那時候是比較 多些 可以有機會接觸到 還有就是角術 那我是 就是 柔道是摔大 那方面我又 就是興趣不大 那現在台拳道 踢腳方面 就是我覺得會 就是挺好看 那我挺喜歡的 所以我選擇就是 就是練台拳道 那我都是好像他們 那樣 上一年多那時候學 哎呀 喂 考到黑帶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 飛起踢斷的那些板 都有的 那有些 就是 踢高一點 可能凌空踢兩三塊 或者是 就是跳過一些人去踢 或者是踢高一點 那些不同的 就是難度高一點的動作 對 真的 那你可以跳幾個 飛人 就是飛可能都是五六個 等一下飛一下 可以嗎 這個位置 不是 我一飛飛去那個 維園那邊 那邊 而這邊一飛 又飛去那個 泰泡萊山 北角那邊 不要緊要叫林奧華進來 就是不抓地鐵 叫林奧華 一飛就飛去地鐵站 叫林奧華過來 拿著一些板子給他 哈哈 那會不會 剛剛有 林奧華在那裡 那邊飛了出來 對嗎 飛了鄭英海 沒錯 鄭英海 對 我們想介紹一下 那些少年台拳道高手 由左至右 最小的那位妹妹 是不是十歲 你 螢光莫飛有Vin 你幾歲 我十歲 叫什麼名字 我叫李沛賢 李沛賢 十歲 那你就是讀一年級 讀五年級 五年級 你沒有留班的嗎 沒有 我只要來鼓著練功夫 就疏於溫習 所以留班 原來沒有 沒有的 分配時間分配得不錯 你分配時間 還是媽媽和你分配時間 媽媽和我分配時間 那你就是沒有了時間 全部都是被人分配 哈哈哈哈 喂 為什麼要學台拳道呢 是媽媽叫你去 還是你自己 我可以學台拳道 台拳你 不是 不是啊 媽媽覺得學台拳道 可以強身健體 哦 強身健體 學那些泳春那些 都可以強身健體 對 為什麼要學台拳 掌上壓做多你都強的 因為我一年級在學校的時候 看到台拳道這個項目 那我就參加了 哦 如果你看到葉文就會學泳春 泳春 看到你 就學蛇形雕手 看到成龍就學泳春 什麼成龍就是蛇形雕手 成龍就是蛇形雕手 看到恩子丹就學泳春 看到楊子琴學什麼 叫小弟 看到李小龍學什麼 看到楊子琴當然是喝奶 骨質疏鬆 好 第二個 二號堂 好 二號堂 這個 中間雙妹麥 厲害 雙妹麥 小姐貴姓 麗 姓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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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分你 還未 還未 你男朋友多好 什麼 男朋友 男朋友 不是 什麼叫不是 你幾歲 剛才說 十一 十一 十一歲 即是一年班 六年 六年班 又是高樓的班 厲害 又為什麼要去泰拳道 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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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健體 你一個星期要去泰拳道學校 即陳師傅學多少次 一次或者兩次 為什麼會一次或者兩次 為什麼會一次或者兩次 因為星期三一次 星期六一次 那為什麼一次或者兩次 那就是兩次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有時星期六不回 哦 無關事 無關事 你現在是藍帶加少許紅帶 跟剛才這個妹妹一樣 對 那怎麼樣 你平時 是不是跟爸爸媽媽都會過兩招 會不會 不會 他們認不認識 他們不認識 那你還沒欺負你爸爸媽媽 很容易 沒有欺負 沒有欺負 哦 那就煮些欺負 那有沒有試過呢 譬如家裡 回家 哎呀 媽媽沒有帶鑰匙 不怕 讓我台面踢開到門 那些 那些有沒有 我媽媽不會不帶鑰匙 你媽媽不會不帶鑰匙 最高級的 大師姐 大師姐 失敬 你叫什麼名字 大師姐 我叫馬君惠 馬君惠 馬君惠 這個名字很熟 有個港姐又叫馬君惠 馬君惠 神學院有個馬君惠 誰是你 神學院 神經 馬師惠 是誰的老婆 是啊 王敏德的老婆 是啊 馬君惠 馬君惠 馬君惠小姐 你做姓韓 你做姓韓 你 讀書是嗎 你是不是讀書 是啊 讀書是中二 不是 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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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11歲 是 好厲害 真的 你從幾歲開始學台元道 你已經升了幾級 七歲左右 四年 四年之中就升了 你有沒有跳過級 考跳級 沒有 沒有就是順著考 好厲害 台元道有什麼吸引你 你會學台元道 一邊考一邊升 不是 是受姐姐的影響 誰是你姐姐 旁邊那個 不是 這個啊 她姐姐 不是啊 這個姐姐是人 不好意思 她的名字是馬姐姐 哈哈哈哈 不是 姐姐呢 什麼帶子 姐姐 姐姐 黑打耳 哇 喂 剛才那些東西 當粉粉漸潑了 不要生氣 不要告訴姐姐 你黑 你姐姐不是大了很多 大了五年 哇 黑 黑打兩段 你五年 即是十幾歲 剛才說十一歲 是吧 十六歲 姐姐十六七歲 哇 很厲害 你會不會跟姐姐過兩招 有空嗎 不會 為什麼 不可以打 姐姐沒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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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不會打相機 把相機打一下 打V 喂 V有沒有台拳道 V有沒有 我不知道 打網球那些就有 那除了台拳道 有沒有其他東西要玩 什麼 武道 什麼 暴龍 武道 我也是暴龍 玩暴龍 什麼 武道 武道 你學什麼武道 中國武 嘩 厲害 中國武 泰拳道 還有學什麼 學很多東西 現在的小朋友 有學那些 學打火鍋 好 馬軍衛 待會看馬軍衛表演 好 待會交給馬加 馬加車 馬加車 是 將他交給馬加車 你不捨得 把他交給他 你交給他 他不拿 他不拿嗎 他怕尷尬 他的樣子很有趣 好笑 他的樣子好像韓國人 剛才我們問他 是不是韓國人 你看他 是嗎 很韓國人 眼細細那些 學得台電路多 都變成韓國人的樣子 是啊 好厲害 介紹你自己的名字 我叫魏浩俊 魏生 魏浩俊 魏生 魏生 幾年班 四年班 四年班 即是幾歲 九歲 好 懂計數 你學台拳道 是不是為了可以 打你的陀仔 不是 是為了什麼 為兩餐 打老師 以前有個想法 是 喂 對上這個咪 馬家姐 對上這個咪 麻煩你 都是想著強身健體 你身體很弱嗎 身體 不像 你留得意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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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有幾弱 怎樣弱 怎樣弱 整個 有時 發燒 留鼻體 咳 有 沒有那麼嚴重 鼻體流得多嚴重 整個 兩個鼻孔都是 那是否空氣孔 兩個鼻孔 很嚴重 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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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流了 師妹 師姐笑了你 現在不流了 是不是 不流 學完台拳道 連鼻涕都沒有流 嘩 嘩 真是好幸福相鋒數 是 好厲害 我也是今天 才知道 當然 我不會流鼻涕 連鼻涕都少流些 嘩 好厲害 台拳道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藝先生 游水 是啊 我也猜有一次 還有呢 長頂 長頂 長頂就是橫吹的 是 是 還有音樂 還有乒乓球 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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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沒有了 將跆拳道混合乒乒乓球 是一個挺好的嘲笑 那整塊板子都被砍掉 一塊板子過去 你打乒乓球的時候 有沒有師姐的跆拳道的招式 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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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姐不可以 師傅其實可以嗎 可以混合一些打球 其實 可以打打球 打球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打球 可以打球 比較敏捷 可以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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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堅持一個好兩年 所以遲些考 你想最高能的帶 幾多多段 希望是黑帶九段 當然是喝藍帶 黑帶九段 對不對 最高想考度 不是 你想學甚麼 為甚麼 因為以前都是經常病 所以想強生 原來全部都是病壞 你是不是經常病啊 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呼 我學完之後就身體好一點 不如我們爭取時間 我想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打傷這個 不是啊 它不是一度呼的 它是某個位置才呼的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練習的時候都會喊 其實幫助你第一呼吸 你呼吸的時候幫助你放鬆一點 去做一些動作 而且呼吸會好一點 不會弄住 其實就會很辛苦 而且如果套拳上 有些地方會喊 套拳是這樣的 在某個位置 就像中國功夫一樣 有些時候都會喊出來 這個我初初開始學的時候 我都不好意思喊的 因為我學完加碼 很安靜的 因為整天都要喊 我沒有意思喊 你不叫它 你不叫它欺負兩下 不行 又不行 所以我們就是 走出鏡給大家看 走出鏡子 走出鏡子 好 我們當時交給這班小朋友 沒錯 嘗試套拳給我們看 套拳 現在師傅可以旁述一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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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頭回來 先走一邊 沒錯 我們走去那邊 走去那邊 對 那就等這班小朋友表演 我們可以先放下 這些 好 把牆子交給師傅 好 哪班小朋友來 你們 哪兩個 師傅 你夾著這支咪 好 先找兩個小朋友出來 先交給師傅 好 阿奧珍 稍後 稍後 你可以說 師傅 你介紹 好 他們會示範一個套拳 這個套拳 叫做太極六型 其實我們每一級都有一套套拳 由初一級打太極一型 到最 第八套就是太極八型 現在他們打的是太極六型 太極六型 好 好 聽說 好 準備 好 好 台拳道的套拳 除了動作標準 還有力度也很重要 是 如果他們是集體的操練 都需要整齊 好的 好 Tensen 好 好 好 接著就 錄完之後 接著是誰 馬高雄和阿奕珍 好 兩位 四眼雙揮什麼的 台拳道高手 他們就示範一套 初級的套拳 需要退後一點嗎 不用了 好 我們示範一套 初級的套拳 就太極二型 好 好 準備 好 好 看到初級的套拳 那些動作都會簡單一點 但都是一樣要求 動作要正確 還有力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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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 丁明俊和我示範 太極四型 這裏就是 叫做 第四套 他們要學的套拳 Tensen 好 好 準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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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極幾型? 四型 好厲害 這班同學生 我們今集的節目應該差不多了 下一集新人透視我們再跟師傅聊天 沒錯 因為我們有踢板的 踢板表演 厲害 記住留意下一集 跆拳到 繼續在新人透視 再見